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中文投资网的CEO Warren Wang Warren你好 你好 周耀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您有几次的机会 能够跟在美国上市公司的CEO 面对面的来交谈 来讨论来沟通呢 这个机会呢 在8月20号洛杉矶就有这个机会 现在旧金山到洛杉矶去 实在是便利的非常多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8月20号 参加洛杉矶的这个座谈会 也可以来加入来报名 来参加中文投资网 在8月20号洛杉矶举办的座谈会 同时在9月底10月初 在矽谷湾区也有一场 给我们介绍一下主题是什么 好的就是刚才接了 我们上半段的这个题材啊 就是主要讲到了 如何用一些小钱去真正的赚到大钱 刚才我已经讲到 在过去的一次网路革命 就是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95年的时候 我们有亚马逊 我们有斯科 我们有英特尔 很多公司通过网路呢 创造了一些财富 包括我当时记得 我有一个同事 一个编辑 他当时投资了7000块钱 在中国的一只股票 叫网易 NetEase 7000块钱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网易跌破1块钱嘛 所以当时他就去抢 等于是我们炒这个Penny stock 是 结果呢 我们最近开会的时候 我就把它7000块去处理当时的最低点 一毛一分钱 因为当时这个分股以后啊 现在已经到300 当时的7000块已经 已经1600万 所以我的主要的一个 就是说忏悔 或者说反思的 我觉得就是说 在股票当中 到处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有比较沉稳的巴菲特 有比较激进的这个 这个窝人王 或者说high tech的一些投资人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般老百姓 一般散户投资朋友 大家如何 就是把自己的 手上的这点钱 去改变 然后通过投资股票 因为我们听了太多的房地产 我觉得房地产 是属于 已经well established的一些朋友 他需要买房子来income 来general income 那对于一般 还没有很多资产的朋友 他想要赚钱 有很多渠道 有短线的 有长线 那长线是哪一条途径 我觉得就是发现一些 社会上的趋势 比如说65年的时候 Walmart 它是只有几毛钱 当时它为什么 Walmart能够在美国 那么像新火灶园 到处 创生呢 是因为它提供一个 非常便宜的 就是把中间商 非常平价的 对 非常平价 一般当时的零售店 都是考虑怎么样赚消费者的钱 而是它非常亲近民众 第二呢 它是开到全美各地 非常有规模 所以它是一个革命式的一个 革新式的一个企业 然后我们有了亚马逊 它是解决了大家 网购的一个需要 然后逐渐开始启动 所以下一个 网路销售 对 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要把过去的这些明星股 网易啊 这个亚马逊啊 Walmart啊 Starbucks啊 都做一个研究啊 来发现 那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全在我的ebook 刚才您说了 我的微信号呢 是忘记了Warrant Warrant Wayne Warrant Wayne 2016 对对对 然后这个 这本ebook呢 就教你三个step 三步三个步骤 就可以有机会 让自己在20年以后 我不是在这里宣传一些 一夜暴富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 这个长期投资 但是呢 要比巴菲特更激进一点 因为巴菲特 我觉得他的 博克希尔哈萨维 更适合一些 非常老有钱的人 然后他们就把钱放给这位 又安稳 又好 这个回报率也不错 但是对于激进的投资人 我相信 用我的方法 社会上的一些趋势 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 数字货币 医疗技术 这三个是我们要突破 就是有点像 Silicon Valley plus Warren Buffett 你要有25年 瞄准这个科技公司 不是说这个科技公司 一上市以后 大家走路跑 赚了钱就跑了 而是更多的有 这个长期的 有长期投资 赚大钱的观念 是是是 所以在我这本 第一本书里面呢 我就讲到了 我的三个step 你只要follow我的steps 第二像像信宗教一样的 像上帝一样的 那么去投资 我相信你就离开成功不远 不要忌讳说 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 你有250块500块 你每个月省下点钱 想办法省下钱 然后像宗教一样投进去 我相信一定会有 发财自负的机会 所以WinWin已经介绍了 他的ebook 有机会可以送给 我们矽谷湾区的投资朋友们 只要加了WinWang 2016的微信号 就有机会得到这本电子书 同时8月20号 在洛杉矶有seminar 在9月底 在Silicon Valley也有seminar 是适合什么样的投资人来呢 各种各样 我觉得我的现在投资哲学 已经分成两类 一类叫投资 Investing Investing就是buy了以后呢 除非出现很大的变化 我们才sell 否则hold 否则hold持有 对 还有一种呢 就是trading 我更叫它 交易 简单的讲就是gambling 就是赌博 但是这个当中一定有这个技术在这里 是 我觉得trading不是investing 技术含量 对 trading不是investing 很多朋友加入了我的trading 把它作为investing 就亏了很多钱 观念不对 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把这两类人归类一下 就是你属于赌徒的到这里 你属于投资人到这里 而不要混在一块 混在一块就很难搞 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一输钱 他就说我是investing 我看好这个公司 然后有的朋友呢 就被动的套牢 对被动的套牢 然后对我可能老有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两个一定要分清楚 好 那自从在7月初 中文投资网又推出了一个美股 网红达人翻单座谈的直播 这个非常exciting 这个还在中文投资网可以继续加入 继续关注 是是是 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有了这个网红直播呢 千万上眼睛看着你 你就会有一种discipline 一种纪律 而不是说压力大吗 压力还可以 压力我觉得已经 我自己很能抗压 不抗压 不能抗压的时候 吃两粒CBD 蛮管笑的 就是有的时候非常毛躁 吃两粒CBD 因为它比较抗 就定神了 定神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 投资人会监督你 因为你觉得 如果我输钱 我会很不好意思 所以你就会在行情 一看不对的时候 你的第六感觉就会说 第六感觉告诉你 get out 你就get out 像今天的行情 这样 周二这个Trump 这个行情 就是一个 第六感必须要起作用的时候 好的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也已经领会了 很多很多的讯息 至于在9月底的这场 在旧金山的座谈会的详细资料 我想陆陆续续的 在电视电台的广告中 都已经会听到了 感谢你Warren 谢谢 好谢谢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到此结束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继续收看GMCC 由James Jin 带来两位优秀的贷款经纪 带来给我们的讯息 谢谢您的观赏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